过年之前 我走到元朗 探望我的朋友 看一间组屋 真是过八年历史 喂 不要那么快关门 你们出去 八年货好吗 喂 美女 新年快乐 新年礼物 喂 不要啊 为什么 我去买一些 没有包装 环保 还有 会好吃 大家都会很喜欢的东西 原来这间粥铺 已经吃50多年历史了 在元朗旧区 是数一数二的老店 你看看 门口的牌匾 通花铁杂 全部都是历史东西 现在很难找的 最棒的 林肠粉应该是豬油兜 由底打好门做生意 就像今天 好 让我逐个老板凌太过来 问一下萝卜糕 有什么特别 你这家庭用什么做萝卜糕底 而你用什么做萝卜糕底 我用米磨漿 对 用美磨漿 他们一般就是 买回一包包的粉 真的 这萝卜糕做得真的很认真 由凌晨开始浸米 过半钟后 等它吸饱水 磨成米漿 接着 将根领重的嫩萝 刨丝 加配料炒香 放冰之后 就可以两边混在一起 煮得好不好吃 就要看米的质量 和水的份量控制 原理和煲一煲饭一样 米瘦不瘦水 只可以凭经验 水太多 煮出来会散 水太少 又会很干 很粗 师傅位置在这里 我看到你们的萝卜份量很足 是怎样比例 我比例 8斤萝卜 1斤米漿 那就是吃萝卜 对 对 为何配料只有蜡腸和虾米 两样 我香下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如何说 抢了萝卜味 抢了萝卜味 所以吃的材料没有用 吃不到萝卜味 对 吃不到萝卜味 好了 开始试食的时间 请 萝卜味好出 还有米的香味 不过 还有一样东西 是不会死实的 感觉很松 但是有一个质感 很厚重的质感 也不会油 是吧 不好意思 但是我这朋友不吃萝卜糕 那怎算好呢 不吃萝卜糕 就是背仔糕 也有米漿做的 也有米漿做的 今时今日去旅行 还用不着带旅游书的 《紫想旅行》帮大家 搜罗最新更新的旅游资讯 制作了东京和曼谷两本指南 超过200页的内容 给大家免费下载 只要去《紫想旅行》 Facebook Page 按以下的连续 再按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Save在手机 大家快点下载啦 请不吝点赞 igit